人家以为我上赶子来相亲 还找人来好说话的陪着 小春也就算了 你 你就这么想把我送出去是吧 不是 你想哪儿去了 不是 小春怎么这么慢 我阿瑶的事情 哪里用得着我们来操心 有小春嘛 我听说 小春在镇上认识一个 开饭店的女老板 爱家小姑娘长得很漂亮 可是要介绍给阿瑶给 不是阿贵婶 你别光聊天 打牌啊 三万 小春是在家说过的事 阿瑶你觉得怎么样啊 不行 我早就跟她说过了 别搞这些好好工作 你去见一见又怎么了 不是 这个小春能不能把心思 放在工作上面啊 这工作一天到晚这么忙 她还能想东想西的 这也是争点的大事啊 对吧 就是 阿婶 你管管她 要管你们管 我可管不了她 她都给我下通知了 认清形势 放弃幻想 什么叫认清形势 放弃幻想啊 你踢我干吗呀 我 我腿伤我 你 你别 别看我拍 我们现在啊 都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人家阿瑶根本不上心 红豆 你觉得阿瑶怎么样 挺好的呀 我问你啊 那可是你喜欢的类型 不是啊 怎么就不是了 我喜欢皮肤比较白 你别看我拍 没看 小冲 我们到了啊 哎 红豆 你 你不是 你 你怎么来啊 你不是喊红豆吃饭吗 我刚好在附近 就一起过来吃了 我怎么了 有什么跟她说的话 不能让我听见的 不是 你们两个女孩说话 你瞎掐吗什么呀 你回店里吧 让娜娜给你做个土豆饼 真的假的 你真敢我啊 小春 你们在门口站着干吗呢 来了来了啊 快进来呀 那个 你要想吃这些一块吧 走走 红豆 走吧 谢谢小春 你什么态度啊 我介绍一下啊 这个呢 是我们这个店的老板 小薇 这是我的好朋友 许红豆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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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是我大哥 那个谢之遥 幸会 谢总 你今天有时间过来了 对对对 今天有点时间啊 那我们去小院里面坐吧 方便聊天 好好好 走走走 走 红豆好 你们随便点啊 千万别客气 今天这顿饭我请了 之前一直说请小春吃饭来着 她一直忙 今天这顿饭肯定不能让你请 红豆来了这么长时间 马上就要走了 我一顿饭都没好好请她吃过 这顿饭肯定是我要请的 那红豆不是在这边工作的呀 我呀 我不是 我是来谢总小月度假的 我是住客 那你们今天这是送行饭呀 我在这儿还合适吗 不合适合适 一顿饭而已 合适的 那我请你们喝酒 我这儿还有一支还不错的红酒 正好今天开了 我去拿 不用啊 你太客气了 小薇 这个阿妹怎么这么自来手啊 不是 大哥 我之前跟你说的话 你是不是什么都没记住啊 什么呀 我之前是不是跟你讲过 融合餐厅的老板孙小薇 我要给你介绍的 她拒绝了啊 那我 我也不能那么跟人说呀 我就跟人讲 你们有时间 等你有时间了 你肯定来 你看我干嘛 这又不是我让你来的 你自己要来的 那 那我走了 你现在走什么呀 刚才让你走 你不走 菜单都看好了吧 那个 我们要一个牛肉堡 然后再要一个 萨拉米的这个薄饼 好吧 红豆 你鸡肉卷 好嘞 我 我 我都行 行 那你们稍等 我来安排 好好好 来 干杯 高兴啊 高兴啊 高兴 之前小春说谢总没时间 我还想着去谢总的马场骑骑马呢 这不我这也是刚开业 也没去成了 都忙 我们邻居啊 一说谢总 那都知道 说生意做得大 人长得帅 还是个热心肠 过奖了 过奖了 别 别听他们胡说 这哪是胡说呀 今天一线 果然是帅 不过 怎么会没有女朋友呢 那个 我大哥呀 就是一颗遗珠 一心都铺在工作上了 遗珠 我一开始啊 也这么觉得 后来发现呢 其实不是 人家是要求高 那个宁缺乌烂 还不像一般的男的呢 这个看着碗里的 想着锅里的 还不是 没这么高尚 就是没什么人看得上我 不说这个 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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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 干 干我 我干了 你怎么也不帮我说句话 我还没帮你说话 我说的都是好话呀 说你仗义 孝顺 你这是在帮我呢 还是在帮我相亲呢 人家小薇本来就是 以为你是来相亲的 那你也不该接话呀 我好不容易把话题给绕开了 你又给绕回来了 那 那人家小薇问的也没什么 她问我了 我不得答呀 这下好啊 人家以为我上杆子来相亲 还找着俩好说话的陪着 小春也就算了 你 你就这么想把我送出去是吧 不是 你想哪儿去了 不是 小春怎么这么慢 我还有事儿 我不挡楼 先走了 我还有事儿 我不挡楼 先走了